它会自动帮我们把JQuery Mobile call过来 然后首页的部分 我们就给它一个页首 不要页尾好了 我们加一个页尾好了 把那个NetBar放在页尾算了 比如说之前我们是放页首 那我想要把它放在页尾的话 有没有办法 OK 这里的话 ID我给它改成叫Home 按确定 这个时候就会增加第1个页面 那各位注意一下 其实最容易犯错就是 这一个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DIV开头 一个DIV结束 OK所以头尾在这里 那因为中间有什么 有页首 所以页首有个DIV 的结束DIV 跟内容有没有 内容有个开头的DIV 跟结束DIV 页尾的部分有没有 也会有一个什么 页尾的DIV 跟DIV结束 所以总共它是几个层次呢 总共四个层次 一个DIV 有没有 这个是外面最外框 然后里面一个 页首的DIV 内容的DIV 页尾的DIV 最常遇到同学是 随便就乱三DIV 有头没有尾 就挂了 或者说你在加的时候加错位置 那也很容易就错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用分割 主要就是让各位看到细节 因为很多时候做错都是因为 这个地方犯错 OK第1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要增加 4个配局 所以在 这个DIV的下方按个Enter 特别注意不要在里面直接加DIV 直接插入那个页面 如果插入页面要错了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在最下面的一个DIV 下面就是跟Body 之间 这边按个Enter 插入第2个 这个就配局 1好了 那我们一样给他一个 页首页尾 OK确定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在底下 在这个中间有没有 一样在插入 总共要插入 4个页面 Page 1 Page 2 然后呢 插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分别加上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Data里面的资料 把它插入这个地方 1234 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各位可以在页首 好有没有 这边就会有 第1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的话呢 实际上他指的就是 你可以选边边 这个是 你可以看一下 他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呢 Data Row 他的Data Row是Page 所以他的一个 这个DIV的 Data Row